我平時出街已經滴汗了 商場找我走夠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可以去 先下來吧 室內刺激運動又適合你嗎 今天我們來到Kitsuna Climbing Gym 泡石場跟大家一起挑戰一下 我們馬上去找教練 Hello 大山教練 你好 我想問一下 我們兩個都是第一次玩泡石這個活動 其實泡石和我們所認知的攀石 是有什麼不同的呢 泡石是攀石中的其中一項運動 除了泡石之外 也會有一種叫做領攀 就是平時在外面會有很高的牆 會有繩子和安全帶 我們平時做這個活動 是鍛鍊我們身體的哪一部分 泡石或籠統所有攀石的運動 其實都會需要全身的肌肉協調 還有一些平衡的 跟最近比較流行的瑜伽 滑板 滑浪都有點相似 那來到有什麼要先認知呢 我們最想新手學到的東西 第一件事當然是他們的安全 我們會想他們知道 泡石其實唯一的一個保護他們的東西 就是這張軟墊 所以他們怎樣去下跌 怎樣去做一個正確的科是很重要的 主要只有三件事需要他們知道 第一件事就是要雙腳落地 第二件事要屈膝頭歌 第三件事就是向後分 這樣的話就可以令到它跌下來的時候 對他們的傷的影響會少一點 如果我爬到很高的話 我是不是向後滑就可以了 我們都會建議新手 如果未適應到相對的高度的時候 都會見他們爬低一點 然後有信心我們再跳 好 明白 那我們現在開始了 我們就會首先用這條黑色的線路做一個示範 我們這裡會有一張Grading Tape 告訴你這條線路的難度在哪裡 然後我們這一顆也會變成Start Hole 玩法就會是雙手抓住Start Hole 雙腳用同樣顏色離地 這樣就可以開始線路了 這條線路是黑色的石 我們就盡量用黑色的石 好 當我們上到最高的那顆 就會叫做End Hole 那我們在End Hole的時候 就需要做雙手碰住End Hole 就叫做完成條線路了 好 完成了條線路之後 就到了最重要的部分 就是怎樣下來 首先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 確保你的科松是沒有硬物 沒有人 沒有水樽 那你就可以做回剛剛我們說的那三件事了 那我現在就會做了 首先坐下 確保下面沒有東西了 好 跳 那剛剛我們試了一條黑色的路線 那我們之後就會試另外一條粉紅色的路線了 我們留意這個grading system裡面 兩條路線都是零的 不過我們的零裡面 其實有包含Climbing Grade裡面的V0和V1 剛剛試的黑色就會是V0的路線 那我們接下來挑戰的這條粉紅色的路線 就會是一條V1的路線 就會相對比較難一點 覺得這樣很小的 Systems Women Climb 和�� 今天很感謝大山教練教我們玩泡石 我們都算表現得OK,對嗎? 我們夏天又到一個好地方 有興趣的大家就快點來玩吧